韩国瑜在高雄市议会的答询 就这个年轻的市议员 26岁一炮而喉 对韩国瑜是不是真的会有杀伤力呢 我跟你讲 凤馨最近在网路上有一个 KUSO的东西 就是老师写了一篇关于 就是田控题 然后田控题的每个田 结果那个学生的很聪明 都写发大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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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大财就老师打勾勾勾 全部打勾 这当然有点KUSO的讽刺说 好像现在发大财 只要是发大财就是个正确答案 诗成我有发现到 现在网路上面 如果说你说这个影片叫做 自经区的影片 那你是蓝军的 如果你说这是发大财的影片 那这就是绿军的 有这样的状况吗 是 感觉上 感觉上是大家对他的形容词不一样 就颜色也显现出来 那天在这个场合 这个黄杰议员为什么会哄 他就一直问自经区 就是自贸区自贸自经区 然后这个韩国瑜市长就说 要这个黄杰是要 他说明关于自经区的内容 要争取放宽到什么程度 有哪些项目 然后最后他的重点是 市长 你真的懂自经区吗 就是他要一句要挑战说 我就让你露馅儿 然后韩国瑜就说 会尽快送缩帖到议会 总体目标是高雄要发财 我们要做的是高雄发大财 当然有概念 最后最经典是 你不会翻白眼 不是 我翻白眼也没有人说 我很cue 对不对 他就是这个动作 现在在网络上翻红 但是我要讲 我们就是论事 在一个市长 一个市长 他要懂的东西 就是怎么会用人 这个人懂的这个东西 也就OK了 那你去挑战他 我认为就是作秀 他问题他也做到了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发大财 我们一直都知道 这个韩国瑜在当选之前 就一直强调 高雄负债累累 3300亿 凤心你最懂财经了 3300亿 如果2%的利率的话 一年要缴66亿 每个月要缴 加5亿多的利息 这个高雄市政府 是沉重的负担 他还有什么能够伟大的计划